雷歐聊世紀天天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3的阿拉伯比賽 OK,軍閥3終於來到了主賽事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場地圖是阿拉伯 黃金是在前方,果子是在後面 開局HART來說,這個地形是還蠻不錯的 這個畢竟是高地,黃金在高地處是還好 只要稍微圍出來一點,這裡稍微圍一點點 只要讓黃金晃在高處,即使攻兵來騷擾也是低打高 防守能力會比較好一點 左邊這個位置稍微圍一下,我還有石頭在裡面 防守的話還有機會 這邊稍微圍一下,側面圍死就好 但是要說的一點是HART這邊的黃金 兩塊附金都在正前方 沒有保命附金在裡面 所以這樣子HART如果前期被壓制住 就會比較難打一點 然後我們就接下來看一下DAUT的地圖 那DAUT這邊的地圖呢 是在...看起來是在後方 這個位置 後方這個位置呢,附近在後方還不錯 而且這裡要圍 那這邊圍起來 比起HART這邊的地形來講 DAUT這邊是更具...需要花費更多村民去圍家的 不管他是要大圍還是小圍 都是要耗費非常多村民去圍家的 像是小圍的話 就是這樣圍...這裡圍...這裡圍過來 TC連防一下 那DAUT這裡看起來是...不太好的地形 如果要大圍的話會花非常多村民 直接圍死了 好 那DAUT這邊是選擇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種田是非常快速的回命 那工程系相當便宜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怎麼打 那...主要來說這兩邊都是馬國 當然斯拉夫人呢 他是半馬國 因為他的騎兵沒有遊俠 但是還有這個貴獨鐵器 那貴獨鐵器又需要撐寶量產 所以他墊下這個銀罐 這個羅斯堡壘才比較容易量產起來 要打騎兵,大量的騎兵也是中後期的事情 那前期的部分 還是可以用肉馬跟騎士去做壓制 但是由於他的騎兵特色加成不夠多 所以往往城堡時代出一堆騎士 很容易被壓制住 除非前期就已經打出優勢來 不然斯拉夫人以正常的騎兵對決來講 是很難打贏 這個...印度斯坦 好,那印度斯坦這邊擁有這個駱駝的優勢 所以可能要打這個步兵前鴨 或是轉這個僧侶會更好 畢竟斯拉夫人的僧侶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加成 所以斯拉夫人前期打僧頭 可能會更好,僧頭嗆 好,那道特這邊是轉出了硬龍銀幕 這邊肉馬 先按個幾隻 這邊有細節可以講 道特這邊呢,是轉出了槍兵 開竹一上去,先把槍兵放在最遠的位置 然後右邊這裡再補一個 那這邊呢,待會槍兵可能要再補個幾隻 但不知道按太快 因為按太快可能造成斷村 就是肉馬按不出來的問題 所以槍兵是要等到自己資源確定好 再去按 那這邊有個細節 就是把槍兵放在這個圍牆的部分 好,哈特肉馬過來看一下 欸,道特這邊 是按了蠻多的槍兵了 那哈特家裡也是直接拉了一些村民直接圍死 哇,這邊是圍比較外面一點 那這樣金狂就會稍微安全 好,下方的部分是直接圍一個,也是圍一個大的 好,道特這邊也是決定要圍死嗎 看起來是要,但是他這邊是小圍沒有圍出來 前面是稍微小圍一下 金狂是可以被工兵騷擾到的 好,這裡槍兵數量很多啊 四隻槍兵往前 哈特這裡是六隻肉馬 肉馬按的數量非常多 好,那看起來道特這邊現在是有種田優勢 那個種田的效率非常快啊 資源上稍微開始領先了哈特 是領先了一點點 好 那兩邊經濟應該是要來打紙城了 這個經濟配置已經開始挖好 開始在挖金礦 所以沒意外的話 紙城應該是可以順利上去 不會有這種秒殺的情況出現 好,那家裡圍好之後 道特這邊繼續按村民 城堡時代大會要 補騎士嗎 還是要補馬舊 那之前道特也有表演過 這個城堡時代打這個常見兵爆 說不定這一把也有擊退 但是對手這一把是印度斯坦 所以有可能轉槍兵生頭 還是更適合這個文明 因為常見兵爆打印度斯坦的話 印度斯坦有這個工兵 或是馬功 可以去做處理 相對來說會很好打斯拉夫人 畢竟斯拉夫人有這種 上千種的 不是上千種 好幾種的方法可以克制斯拉夫人 那道特這邊能有優勢的打法 就只有生頭 好,我們來看一下 道特這邊是兩隻臭命前壓 好,後防洛馬 稍微打一下馬修 按擊槍兵防守 好,城堡時代慢了大概20秒左右 哈特是點下了雙射箭場 出馬功 好,雙射箭場出馬功 速度會稍微慢一點 以三個射箭場來說 真的是慢很多 所以城堡時間是稍微要稍等一下 好,道特這邊 第一台投石車已經補下了 好,這兩隻臭命要保存好 稍微小心 投石車現在數量不夠多 竟然是哈特的紅利時間 投石車出來之前 都是擁有主動權的 但投石車一出來 馬功都要特別小心 好,打一發躲掉 哈特這邊的手速非常快 好,再一發 沒有砸到 這裡重裝長槍變數量 總共現在是有90 上方投石車 圍砸 後面的馬在追 投石車敲面過來救一下 正面馬功 使用投石車繼續進攻 唉唷 最多砸到了一下 最後還是點掉了 這一台投石車 這裡馬功最後補了一個傷害啊 好,兩邊的血量 掉的也是蠻兇的 哈特這邊的主動權 開始慢慢消失 現在要打贏有主動權的情況 也是自己出投石車 投石車打投石車 對印度斯坦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解身頭的方法 那為什麼 道特現在不出生旅呢 主要是現在的經濟有點糟糕了 前面要維持投石車的數量 跟槍兵的數量 經濟上來說 是非常吃緊的 而且後面又開了3TC 偷偷開農 OK,道特這邊邊打邊農 確實很穩 好,後面三隻槍兵 終於守住 哇,肉麻哈特全部送掉了 現在只能靠馬功配投石車 那這樣黃金跟夢球的消耗量會非常兇 看黃金現在要不要多挖一點 好,哈特這裡馬功數量 還在慢慢憋 但是黃金很明顯不夠 畢竟卡要出投石車又要出馬功 斷金會斷得很嚴重 還是要這邊突然偷偷開TC呢 這邊TC開的也很麻煩 這裡如果往前開的話 大概黃金挖完 然後去夢球也是比較遠 而且這裡的TC開下去 也沒有任何的防守天然屏障 防守來說也是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哈特這邊內部是有石頭可以挖的 那就要看一下哈特要不要挖石頭防守 那如果挖石頭防守的話 就變成說自己的進攻能力就會大幅下降 好,哈特這邊是過來騷擾 但是被戳掉了兩匹嘛 哈特這裡的騷擾並沒有被騷擾得很嚴重 哈特決定是要回家防守 因為自己的主禁要被扣了 已經完全斷擊 好,到達這邊投石車繼續出 後方的馬功過來看一下 十隻馬功 等一下長長兵 這個一擊一防 砍住了這個傷害 好,投車 一直都沒有辦法砸到哈特 哈特真的是 是... 白河鬼與HERA的綜合體 手術精細 兼顧的選手 但是道特這邊是擁有 經驗上優勢的選手 道特是那個戰獸的福利連 活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在斯基利國裡 所以他這邊的知識與經驗 應該是比哈特還要再更上一籌 好,那哈特這邊是轉出了生鱗 這邊生鱗是哪裡補血 是稍微... 這邊投石車 控完主精 成的東西被拆掉 再往下 遷徙的話 成的東西也不太好防 現在當務知己了 就是要確保黃金 那看要不要開挖石 插寶防守 那如果現在要插寶防守的話 如果插寶的話 主精被控的情況下 要往下這邊插的話 那就也是很尷尬 這根城堡基本上只能守黃金TC而已 但是家裡內部的狀況會直接被都更喔 這個節奏還是會被DOT給帶走 好,所以哈特是沒有選擇挖石頭 哈特覺得自己挖石頭沒救了 使用投石車換下 投石車閘 這邊閃陣 躲掉了投石的傷害 直接用閃陣硬扛投石車 想要點掉投石還是有點吃力 馬攻速量不足很夠 投石頭這邊秀了一發 後方的槍兵過來 這是抽掉了一台投石車的意思嗎 好,TC應該是修復回來了 決定放棄氣手 一發砸掉兩台投石車 哈特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再來一台 一換三完成 這裡直接手點給掉一台投石車 但是TC只剩15滴血 砸掉 好,生侶要... 好,掰了 好,馬攻上前 硬點再回頭 OK,收掉殘血投石車 剩下兩台投石車 後面再補一台 投石車應該就已經搞定 道德這邊是槍兵投石車 好,生侶沒出 畢竟生侶比較害怕馬攻 好,這邊往前 點擊火 哦 射一發要走一發 馬攻的這個拉攻 前置的動畫 會比弓兵更長一點點 所以會有那種錯覺 這個弓兵比馬攻射速還要快的感覺 那只有這個拉攻的動畫 會更久一點 好,投石車在換 看起來道德的投石車證 要被解掉了 哇,這個隕石速證 沒想到解的這麼快 巴特最後還是操作著 自己的手術 把道德的投石車全部換光 但是道德這邊的臭明書 已經來到了100塊10吋 哇,這裡是4TC開農經濟 斯拉夫種錢的效率非常好 所以直接鬼轉騎兵 好,看到道德轉騎兵 果然馬上轉出了 更多馬攻 還有駱駝 好,那現在道德只有1級馬鎧 現在馬攻還是比較好秀掉這些騎士的 好,道德這裡有3隻騎士 要往裡面衝嗎 哇,這裡開始抓村民 道德經濟有點遭受到干擾 而且有點卡人頭 馬攻痛到有點生活無法治理 道德這邊轉出了城堡 下方這裡一種開出來黃金 這裡蓋了一些房子 當作這個消破壞 好,二級馬開點下 好,這邊只能用經濟碾壓對手了嗎 轉出大量騎士 奉兵這個槍兵補屑岸的 頭石車往前砸,砸到立發 再砸 但是頭石車直接被2隻4隻駱駝給夾掉 好,這邊騎士2級馬開 升級好 城堡也要蓋好 哈特打出了聚集 我們恭喜道德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道德在場中出了8台頭石車 一直沒有辦法解掉 最後只出了12台頭石車 就把哈特的主機跟PC順利給空了下來 那經濟也是遭受到了送創 即使挖了石頭 把這個城堡插在這個黃金的位置 那即使插了 哈特這邊也沒有辦法阻止道德生帝王的時代 看起來經濟上是沒有辦法受到穩定的保護 即使現在出駱駝跟馬弓繼續出的話 也很難去逆轉自己經濟劣勢的窘境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